一具尸体从天上掉落 重重地砸在路边的车上 奇怪的是 车子附近根本没有高楼 只有一间两米高的平房 佛波勒以闪电般的归宿赶来 看到这一切也蒙圈了 死者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 好在佛波勒发现了唯一的线索 死者手上拿着一串珍珠项链 应该是死于情杀 可大壮不这么认为 他从地上的水流发现 车子应该是顺着坡渡 滑行到了这里 于是 他把案发地点锁定在不远处的高楼上 果然如大壮所料 此时的清洁工正在清理碎玻璃 看来死者就是从这里掉下来的 可就当他们抬头向上看时 突然 我的天哪 如果反应再慢一点 那么两人都会去求 佛波勒马上下令封锁这种大楼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大楼的电梯里 正在发生一件诡异的事 电梯里的乘客在坐电梯时 突然发生异常 被卡在了44层楼 保安马上通知修理工进行维修 可修理工检查后并没有发现异常 于是 打算拉下电闸重启 谁知电梯突然一黑 就发生了一声尖叫 原来 是18岁的老太婆认为 黑人刚才偷偷摸了他一把 可黑人根本没有动手 正当几人奇怪时 灯光突然又闪了几下 保安从监控中发现 电梯里居然凭空出现了一张脸 接着又是一声惨叫 小丽的背上被划了一道大大的小口 几人马上开始胡乱猜疑 每个人都开始解释不是自己做的 就在这时 电梯里又闪烁了起来 等到灯光亮起来时 电梯里发生了更可怕的一幕 这个电梯可不是一般人 只要是电梯里的灯光开始闪烁 就会发生诡异的事 只见灯光突然闪烁 下一秒 小丽的腰上就出现了伤痕 而这还仅仅是开始 紧接着 电梯里的灯光继续闪烁 我的天哪 监控中出现一张人脸 随后电梯里就出现了命案 这一幕 直接把几人吓得压麻呆住了 弗波勒认为 凶手就在剩余的四个人当中 可现在要怎么把凶手找出来呢 还没等佛波勒开始调查 电梯里又发生了诡异的事 18岁的老太婆 前妻地上的尸体 用脚往旁边踢了踢 可黑人小白不高兴了 又把尸体踢了回来 两个人马上争吵起来 老太婆拿出辣椒水就要吵他喷 结果被小白一巴掌打掉 眼看两人就要干账 突然 灯光又开始闪烁 这意味着 马上就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故 一声惨叫过后 老太婆居然被吊了起来 这把黑人脸都吓白了 目前电梯里只有他和老人有过节 佛波勒眼看着电梯里的人一个个死去 却丝毫没有办法 小白和大三把老太婆的尸体放下来 大三想要把老太婆眼睛闭上 可奇怪的是 眼睛怎么也闭不上 而现在电梯里的三人中 肯定有一个人是凶手 就当三人少年怎么出去时 小白和大三居然打了起来 电梯卡在了半空 里面的人却莫名其妙地死去 而凶手一定就在剩下的三个人中 黑人小白认为 如果小莉不是凶手 那么凶手肯定就是大三 大三也急了 凭什么你不是凶手 两人马上牛打在一起 小莉还在旁边喊加油 让小白打死大三 可大三相当厉害 反倒把小白给制服了 小莉一看 马上求饶了起来 好在这时 佛波勒及时用对讲机制止了两人 并且告诉他们 救援队已经在破墙了 让他们不要担心 就在这时 电梯里的灯光又暗了下来 可怕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 弗波勒让三人打开手机 保持亮度看清楚对方 可谁知一股神秘的力量 把三人手机全都摔在地上 一瞬间 电梯里没有了光 等到灯光恢复时 小白已经去球 而这也说明 凶手就在小莉和大三之间 两人心里似乎都知道了真相 马上拿起玻璃 准备说死一搏 可这时 灯光又暗了起来 下一秒 小莉躺在地上去了西北 大三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大三是凶手时 那个被吊死的老太婆 我站了起来 老人只说了一句话 原来老太婆被恶魔附体 电梯里的人都犯过不可饶恕的错 所以恶魔才会惩罚他们 听到这里 大三马上开始忏悔 后悔自己以前做的错事 而诡异的是 恶魔听到大三认错后 居然原谅了他 电梯门也被顺利打开 只有大三一个人活了下来 我是李子 喜欢的点点关注 下一集更精彩